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就是說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我們今天已經是第八次上課了 那現在等於是 因為現在錄音設備這個解決的話 其實對我來說是方便很多 因為我就不用每次都還要注意 很多很多的這些設備還要怎麼錄 有時候還忘記的話 就沒辦法把聲音給收進來 那上個禮拜幾個重點 第一個話就是說大樂透下載的部分 也就是說我們上個禮拜 如果剛好那個大樂透的資料 那所以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的話 主要就是說因為大樂透下載資料 歷史資料總共會有61個page 當然未來也會再繼續增加 所以如果說將來 假設你網路上面看到有類似的規則 你們可以看一下 現在很多網站上面 它的網頁規則 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後面一定有個問號 問號後面就是帶參數 那當然呢 參數的數量不見得一定只能兩個或一個啦 一定還可以三個四個五個都可能更多 像是你們可以觀察一下 像那個什麼PC Home的那個電子商網站 或者MOMO等等的 其實他們連結上面都可以看到 上面是有傳參數的 那這個方式的話叫GET OK 那GET的話參數是可以被看到的 那當然呢 你們可以找類似的那個相關的網站 可以去練習看看 如果你要去抓取的話 應該會是比較沒有問題的 不過如果你今天要用那個VBA來抓取的話 我們要注意一下幾個重點 就是第一個 它是抓這個網頁裡面的table 所以你可能要知道說 這個網頁是在第幾個table 那那個Excel裡面的那個工具 基本上它就是幫你算 你是在第幾個table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我有講過 你可以甚至 你可以用什麼 用Ctrl 用那個什麼 用檢查的方式 比如說 這個網頁好了 你要知道說 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裡面 這一個我們要的 這個table 它在第幾個的話 那你可以按滑鼠右鍵檢查一下 檢查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當然這個地方 它會有個table標籤 那如果你想知道 這個網頁的第幾個的話 我有教過各位一個訣竅 Ctrl 加F 那你可以在這邊 Ctrl 下方會出現一個尋找 尋找什麼標籤 就是這個標籤 那你可以把它複製 複製貼過來 可以 但是前面可能要加一個小於的符號 你可以把它貼到這裡 然後這邊加一個小於符號 表示說 我要找這個標籤 那你會發現 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有七個 table標籤 那你可以向下一個 向下一個 可以看 它會顯示出來 讓你知道是不是這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第四個 這是第五個 第五個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將來你在webtable 那個參數裡面 你就輸入5就可以了 它就幫你把這個網頁裡面的 這個表格給抓下來 其實它原理原則大概是這樣 就抓table喔 OK也就是querytable 像我給各位那個範本喔 其實就抓網頁上面的表格 那理論上我們應該也是抓表格為主啦 當然如果你要抓的不是表格 你可能要用別的方法去抓取啦 OK這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通常我們要抓的資料 通常是一個表格 這個表格呢 是在那個網頁上面 OK那你會想說 那為什麼ecele不抓其他 因為ecele本身就是表格嘛 那表格的東西抓起來 放到那個ecele裡面 那也是表格 那就OK 可是如果你現在抓的不是 表格的形態的話 那它可能不知道怎麼處理吧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相對應的關係 那這種東西的話 其實當然你可以用 像比較流行的 像那個用python python也可以抓網路的資料 只是說呢 當然你用python的話 第一個啦 還是有蠻多要學習 像我前面講過啦 你其實可以再用一個python環境 只是說那個環境 好像剛剛設置的話 花的時間蠻多 另外的話 你還要安裝很多外掛 那再來的話 與法又不太一樣 OK 所以你可以自己在決定說 你當然將來抓資料 用哪一種工具啦 我想最主要就是把資料抓下來啦 OK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不希望塗法鏈鋼 OK 那至於用哪一個工具啦 我覺得 這當然就可以 你可以試情況來決定 不是說 哪一個工具就一定是 完完全全的都沒有缺點 OK 我覺得用的方便比較重要啦 因為我發現現在很多就比較 會跟潮流啦 就是說 一定要用哪一個比較OK 爬蟲一定要用python 但我覺得 也還不見得一定是這樣啦 因為 有的時候說真的 你只是簡單一個功能 你只要把資料抓到eSale 那何必還要用python 抓完之後呢 那因為python抓下來的東西 不見得一定就是eSale 可能抓下來是一個文字檔 或者是一些資料 那當然怎麼辦 你還在輸出到eSale 感覺好像繞了很大一圈 他也會 做的結果一樣 但問題 感覺就沒有那麼直接啦 OK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那當然 另外一點就是 如果你對於 這邊右邊的東西啦 假如不清楚的話 我建議你還是要花一點時間了解 比如說這個table標籤 OK 還有裡面的話 什麼TR啦 還有TD啦 還有等等的相關規則 假如你對於這些 所謂的HTML的 這些標籤不太熟悉的話 那我有推薦一個叫W3School 上面你也可以先把 這相關的姿勢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將來如果你要爬資料 假如你對於這個上面的 所謂的HTML的標籤不熟悉的話 當然你也不太 就你一定會遇到瓶頸啦 為什麼 因為上面東西你看不懂嘛 但我現在只是 直接跟你講最重要的 至於說其他可能次要的 那當然如果你想要完全了解 可能還是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什麼叫HTML這個語言 那除了這個HTML之外的話 裡面還有別的東西啦 包含什麼CSS 還有什麼JavaScript等等的 這個當然我們如果用到 我再說 如果沒有用到 也許你自己再去了解 我覺得都有其必要性 像這個網頁在我們生活當中 太重要了 OK 那再來的話 其他我們就可以一頁一頁的抓取 所以我們 上個禮拜的這個範例裡面 當然有 第一個是這個 有沒有 就是先錄製一個 一個 大陸都下載 裡面主要是用一個叫 Query Table的一個物件 去抓取網路資料 其他的話就是把它抓到A1的儲存格 然後呢 不要有那個網頁格式 然後Web Table等於5 有沒有 就這一段 剛剛主要是秀這一段 如果我今天的話呢 要找第幾個 可以這個 當然以後如果你不想每次都錄製聚齊的話 那你直接可以把這一段拿去 貼上去做修改就好 改哪些地方呢 其實只要改這個 有沒有 改這個網址 比如說你現在要抓另外一個網頁對不對 你就改這個網址 然後改哪裡呢 改這個的位置 其他就不用改 兩個地方改完 那你就可以把網頁上的資料抓下來了 你可以試試看 其實喔 基本上網路上大部分的網頁 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 去把它抓取到你的Excel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大量 因為主要 如果一頁兩頁 你是用複製貼上是OK的啦 但如果說你的網頁是有 像這邊有64頁的話 像這邊61頁的話 那你當然就有必要嘛 這邊是61耶 那你當然就有必要就怎麼樣 需要 用那個回圈的方式 幫我們把資料全部抓下來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我們的資料裡面 我是把本來的大樂透下載改成P次的 那裡面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跑個回圈 回圈的話是fori等於1到61 OK 然後呢 把這個參數 index等於 index page等於什麼 後面呢加一個i就對了 把這個i呢串到這邊來 也就是說呢這個i的值 它會在1到61裡面變動 然後呢你就把這個1到61的值丟到這邊來 那每跑一次 所以for的意思就是說 幫我下載61頁 1到61頁 OK 那所以第一頁下載 第二頁下載 第三頁 所以以後for的意思啦 反正就重複做的意思 重複做幾次呢 重複做61次 所以這個回圈當然主要就是怎麼樣 就是幫你重複做啦 OK 所以for回圈還蠻常用到的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現在的網頁 有更多的網頁 你會發現 那你就更需要了 所以其實當然 學程式主要的目的是 希望解決那個自動化的問題 有沒有 第一個階段 自動化 如果你的工作裡面有很多地方 會有類似的這種部分的話 那當然一定要學會 那第二個就是說 要放在哪一個 放在哪一個 這邊destination 這個參數裡面後面 放在哪一個儲存格 那預設是放A1 可是如果說你今天 希望第一頁放A1 之後的話 放在向下追蹤之後的 那個下一列的話 那你可能要把這個邏輯判斷 再寫進來 那這個邏輯判斷 那我上禮拜講過了 就是當我 如果要放資料到這個什麼 比如說要放資料 到這個空白的這個工作表裡面的話 那如果第一次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怎麼樣 裡面是空的嘛 就這樣判斷 如果RangeA1等於空的 那意思就是說 目前我抓的時候 它裡面是沒有資料 那就放在A1 如果這個第一次有下載的話 那我就讓它再向下追蹤 然後加E 向下追蹤嘛 追蹤到比如91 然後回來 再把它放在91的下一列 那把它加E 那會產生一個R的變數 就把它放在這邊 OK Range的哪一個 OK 那A的哪一個 儲存格 那它就下載之後 幫你把它放在那邊 自動就 左上角有了 資料就往這個右下角 分別去把資料填滿 OK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P4 上個禮拜這個 1到61頁其實就可以了 像這一段 假設你上個禮拜的東西 其實如果要再把它Range一下 你就是插入一個模組 OK 然後把程式貼上去 就這一段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Range了 那當然我是建議 如果你實在是Range出問題的話 你可以按F8 F8的話 然後租行去看一下 這個裡面 這個條件是微處 微處它就保這裡 為什麼這裡面是不是空的 4 那R等於1 然後去抓什麼 indage page等於1的這個資料 放到哪裡呢 放到我們的A1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這幾個都不會動 最會動的話 就refresh 資料抓下來 那這個時候它就轉圈圈 去網路上網頁上 幫我把這個資料給抓下來 那其他的話 就把它全部執行 那你會發現它就一直轉 第一頁 第二頁 第三頁 然後一直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 一直放一直放 那 好處當然就是說 你不需要自己 一直一直在去動這些動作 OK 那 但是 缺點可能就是要等待 不過等待至少比你突發鏈鋼 來做應該會快非常非常多 如果像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就是 一頁一頁 慢慢複製貼 慢慢複製貼 OK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格式還需要調整 所以我們後面的話 還有寫一些 針對什麼 針對這個資料裡面 把它做 我們的正規化 因為我們將來這個資料呢 裡面呢當然還有那個 不要的列 還有就是那個 日期儲存格好像會有點問題 所以還是要再做調整 分別底下我就有做 刪除多餘的日期列 因為 每一頁上面都有日期列 日期那一列 OK 然後把它刪掉 其他的話 還有日期的格式不對 再來的話就是刪除列 中獎號碼要把它剖開來 然後再把多餘的B欄刪除 全部串在一起就是這一些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算出什麼 前7名的這個結果了 可以看到了 當然我們號碼1到49號 再利用CountIf 配合那個Count 你就可以把它這個 裡面的機率算完 排出中獎機率最高的 那並且列出前7名 這個大概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 講到的一些重點 OK 所以請各位呢 如果假設這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可以再複習一下 影片在這邊都有 所以上個禮拜 錄音效果應該是還OK 就是說至少不會沒有聲音 不然也是突然沒聲音 感覺就覺得很悲劇 等於是有上課了 但沒把它錄下來 還蠻可惜的 所以上個禮拜講的東西都在這裡 大樂透 然後前7名 另外的話 我們還可以用那個Python來做 只是說Python 現在相對的比VBA麻煩很多 第一個你要把環境弄起來 第二個你要再安裝一些外掛 再來才是撰寫程式 那抓下來的東西呢 它要是在Python裡面 你要再把它轉成Excel 因為它做很多事情 所以這個之後我們再來看 相對比較複雜 那另外的話 我們還有再講到延伸性的 另外一個範例就是 下載那個什麼 外幣匯率資料 那這個跟樂透採最大的差別 有沒有樂透雲 OK 你會發現上面這邊是有參數的 問號 但是外匯是沒有的 OK 所以另外還有一點 如果你們做完那個 大樂透這一題之後 請各位自行再做個變化題吧 這個變化題 要不然就把那個什麼 之前比較這個什麼 這個13億的獎金有沒有 威力財 如果你想看一下 威力財裡面大概也是一堆 OK 企業也不知道 總共有14頁 如果你希望把威力財全部抓下來的話 OK 那規則其實差不多 另外還有什麼呢 大福財 很多財我完全都沒有接觸過 OK 那因為上了這個課的關係 我把影片放YouTube 後來發現 前幾天就有一個網路的人看 他就看到 他就寫信 問我說能不能教他 他想要用家教的心 他說老師你可不可以 他願意付錢 他說你可不可以教我怎麼樣去算這些 號碼的產生機率之類的 因為他每天每天都有在投資吧 他說他有一個什麼 什麼我不知道… 什麼… 爲什麼… 他也会想要去统计这个资料 可是重点我们不是摆在买这些上面 所以只是做一个范例而已 我们利用这个范例来了解 如何去爬取网络资料 我觉得这个范例是还不错 只是重点我可能不是放在 教你们怎么去买这个彩券 因为基本上我从来没买过 所以我大概只要知道规则 但是至于要怎么去算 这个我觉得不是我们课程的重点 那另外的话我们还要讲到 第四个单元 那里面主要是抓这个 这个奇交所的历史外汇资料 那这个连结的话跟刚刚最大不一样 你会发现 他这个结构前面的部分是一样的 也就是前面是他的网站名称 然后后面的话他的程式就是什么 daily fx rent 然后呢 当你下了参数 这个参数有两个 那刚刚的这个参数是会放在这上面出现 让你知道说 你的参数 比如说你点了哪一个 它会出现 哪一个程式的哪一个page 它会在上面显示出来 可是呢这个刚刚这个网页 像刚才这个 这个是程式 然后这个问号是后面要带什么样的参数 一个参数 and 第二个参数 所以其实你可以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个规则 像YouTube上面是不是也是一样 YouTube也是有没有 它这边程式在这里 它叫 playlist 只是后面它没有副档名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用哪个技术做的啦 不过知道说它的程式名称叫playlist 然后问号的话你会发现 问号就是它的参数 有没有 然后它的参数名称叫做list 等于后面这一串 有没有 OK 所以哦 因为YouTube上面的播放清单非常非常多啦 所以你会发现它上面的规则 哇 也是 它也是自己用乱数产生的吧 有没有 不过开头应该也是什么 PLY 后面这一串 而且还分大小写 所以其实 它这个规则 如果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哇 那就应该是非常非常 因为它大小写就26个 呃 乘2的话就52 52再加数字 数字的话10个 所以总共的话有52加10 62 也就一个位数呢 就是62 如果两位数就62的平方 62的立方 哇 那可以产生多少种变化 当然是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那不过因为现在呢 YouTube上面的影片啊 跟播放清单的数量 也真的是天文数字了 现在应该没有办法估算说 YouTube上面的影片的数量 哇 它是没有公布啦 不过我想如果它公布的话 应该是 真的是天文 不是不是照的 应该是 而且每天我印象中 大概几年前就 一天产生就几亿个影片了 几亿个影片了 全球啦 OK 那如果以这样数量来看的话 那简直是真的是无法估算了 所以Google上面的东西 实在是这个是 不是巨量可言的 另外 不知道各位有用过那个Google相簿 Google相簿呢 它也是一样 等于是它最近有发了一个通知说 全球有十几亿人口 使用它的Google相簿 在上传相簿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其中一个 那其中的话呢 它是说呢 它这个费 它这个以前是不收费的 也就是你把你的相片 跟影片上传到那个Google相簿 备份起来的话 它以前是不收费 但是明年的6月1号开始 就要开始收费了 OK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它说 那个人数太多 它可能不付成本 所以它要收费了 但其实是合理啦 只是说感觉又要花钱了 如果以后你没有买云端的空间的话 你大概要备份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OK 所以今天的话 也许这个地方 这个RAM 其实你会发现 我上礼拜讲过 你按这个条件送出的话 底下会更新 也会去抓资料 但是它不会传参数 你会想说 按送出 那上面应该要有东西啊 为什么这个东西没有 有没有 那原因很简单 刚刚的那个热透云 它是用get get的方式 get的方式呢 就是说 我可以让你看到 你的参数在哪里 但是呢 如果你看不到的话 那这个叫poster poster的有点像什么 我把它打包在一个 一个有点像 我把它打包在我的网页内部 那不让你知道说 这个参数在 不过我有讲过啦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背后的参数 到底是什么的话 其实也不那么困难 你可能还是要学会什么 网页上面的那个浏览器工具 按右键 检查 所以你会发现 在那个什么 Google浏览器里面 检查这个动作呢 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检查这个动作的话 那基本上你要抓网路上的资料 那就是问题 而且跟各位讲喔 其实不是只有那个什么 这个VBA是这样啦 你如果用Python 用R啦 其实也都一模一样 前置作业都一模一样 OK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怎么知道 它的那个参数放哪里 参数的值放哪里 其实按右键 检查 那你可以看到 主要是预设值是Elements 就里面的相关的这些 HTML标签元件 那还有什么Console Source 那主要我们如果希望记录那个网页的整个从载录到最后完成的过程 它到底做哪些事情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个叫Network 而且它这边甚至有个这个录影的功能 就是有点像我可以录下来那个 我这个网页到底就是从头到尾 有点像把那个动作录制下来的动作 有点像录制聚集的味道 甚至它还有一个Filter Filter就是说 如果这个网页里面非常多东西 你还可以再去寻找 那它还有很多很多功能 这个我们就先不讲 我们主要是想知道说 到底它把这个程式传递的参数放哪里 我讲过 第一个你可以怎么样 先切到Network 二的话呢 你就是直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下参数 并且按下送出动作 因为你一定要让这个网页重新跑过一次 OK 那我们把这个 假设我输入条件改成9月好了 OK 我用选好了 选9月1号 OK 它好像是01 好 按送出 所以你会发现 只要你有做个动作 上面也会出现一些东西 有没有 表示说 它有做什么事 这边会显示出来 而且时间都会帮你记录下来 如果你按下送出这个动作 它会把按下送出这个动作呢 的所有一切动作 一切它做了什么事情 通通帮你记录下来 那你会发现喔 里面大概会有这些啦 什么它的Type Type就 有没有 放了什么资料 然后等等的 甚至是size多大 另外的话 还有花了多少时间 都帮你记录下来 其中最重要是这一个 叫DailyFXRange 它实际上就是帮你 针对这个文件里面做一些动作 其实就是主程式喔 那里面的话呢 你只要点选这个 叫DailyFXRange 这个里面如果你想要找参数的话 请你点它 然后呢找到header 它预设有什么preview啦 什么response 这不用了 然后把它切到headers的最下面这边 会有个叫什么 Phone Data 表示 所谓的Phone指的就是表单 表单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叫表单 OK 所以以后的话呢 网页上很多都有这个表单 那表单里面的话呢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在这里 叫query start day 有没有 后面等于什么 这个资料 底下这个叫什么 query的end day 所以有两个参数 那如果说我要取得 并且让它执行的话 我上一遍讲过 重点在这边喔 OK 在那个云端上面的第四个单元 里面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 就是最最最重要在这里啦 因为我如果知道 已经知道这两个参数的话 那将来我可以把 那个上面 这个第三个单元里面的 这一段程式 哪一段程式 下载 有没有 大家都下载这一段 拿来copy 那我刚刚有讲过喔 如果你要改成一样是get的话 你只要改这一个 跟这一个就好 可是如果说你将来要改的 还有是没有参数的问题的话 那其实就多改个地方就好了 那哪个地方 你会发现喔 其实这一段跟刚刚那一段喔 只有哪个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这个地方不一样 有没有 一就是把我们那个上面的网址 把它直接贴到这边来 把它变更了 给网址变更 第二的话呢 还有哪个地方不一样 web table不一样 因为我们web table 在那个网页里面呢 我们要的资料是在第三个table OK你可以像我刚刚一样 Ctrl加F去寻找 另外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这一个 OK就只有这一个关键的地方来了 这个地方 这个是第三这个1这个2 2 3 那3里面的话其实就是怎么样 把刚刚那个参数喔 有没有 第一个前面的query query start date放在这里 后面加等于什么呢 等于它哪一天 and query end date 等于这个 所以你等于有点像把那个参数贴过来 这样的话呢 以前可能没办法 去让它变动资料的 那现在就OK了喔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网 其实网页跟各位讲 传递参数就是两种而已 不会有第三种 第一种是用get 第二种是用poster 就两种方法而已 不会有第三种方法 OK所以你只要能够掌握这两种方法 大概绝大部分的网页 你都有办法可以把它全数抓下来 OK那如果你可以这样做的话 再配合那个电脑它的特性 就是它不用关机 24小时可以跑 另外甚至在VBA里面还可以设定就是 它有个application 点on time的方法 on time就是说时间到做什么事情 或者是多久做一次 那你可以怎么样 假设你要去观察全世界的哪些类型的网 比如外汇网页的话 那当然也有不一定是台湾的 可能是美国 可能日本 可能大陆 有没有 全世界任何的网站 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些东西的会差了啦 有没有 如果假设啦 因为有时候开市 有时候台湾会晚上睡觉不开市 或者休假不开市 但是如果预估怎么样 它可能人家那边已经开始涨了 有没有 那你就可以什么 刚好开市的那一天 那理论上应该就是会涨啦 OK 会跌 你就预先会知道赶快卖 对不对 那其实有没有可能这个会差是可以 因为之前有同学他每天就要做这些操作 他说 是光这些东西就足够你赚一些利差了啦 OK 但你可以可能要去做一些杠杆 比如说你可能要去借钱 就是把你的资产做一些什么抵押之类 然后借更多钱来做 只是说这要一定有风险 他说这种风险其实还蛮低的 因为理论上这些应该都会有个共通的规律性 就跟那个什么天气一样 那个潮汐一样 有没有 这有点像潮汐 你那边多这边变少 那边少这边变多 总会有个固定的规律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规律找到的话 那其实是真的可以小赚一些钱的 而且你看那个华尔街那边的分析师 他为什么他们薪水高到不行 真的是你无法想象 那为什么人家高 其实主要原因是他们用的方法 绝对跟你不一样 他绝对不会用那种土法链钢的方法 他一定都是用所有的东西都用程式 而且程式用的方式 还比我们现在还要更复杂 太多太多太多倍了 OK 不可能用那种旧方法了 像这些新的方法可能要了解 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的重点 那今天的话我们要延续 因为做完之后的东西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所有的资料通通都下来了 是没错 但问题 下来的东西如果像这种数字 你光看到数字你就头昏了 那如果说你今天可以怎么样 可以快速的把它做个图像画 所谓的图像画 就是自动怎么样 把这个规律给做出来 像我这边已经有画好了 比如像这样 每一个每一个自动把那个图画出来 甚至如果可以的话 一段时间如果涨跌 发生怎么样的规则出现 自动把图字都直接寄给你就好了 你就该买了你就再把它买一下 该卖了就把他赶快把它卖掉 那这样的话不是就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其实如果懂了这个规律方法 你就不用特别花力气 反正你主要是把程式写出来 很多事情就会轻松很多了 还有一个前提 电脑绝对不能关机 之前有同学问说 老师我写这个程式电脑要不要打开着 如果你要一直弄 当然一定要打开 你不打开还怎么执行 对不对 他又不会自己通电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开着 那没办 所以很多人的电脑是24小时不关机的 不关机很正常 OK 所以如果你怕浪费电的话 我是建议你开机 你用Notebook就好了 你不要用桌机 桌上你的电脑跟 笔记性电脑的耗电量 会差到好几倍 OK 所以如果你要省电的话 你的全部的电脑 像我家就没有桌机了 因为第一个桌机太笨重了吧 太占空间了 而且第二个还会有 久了之后 那个风扇的声音还蛮大 晚上睡觉你听得很轻 很清楚 所以不喜欢 所以一律通通把它改成笔电了 笔电的话 真的耗电量还蛮低的 OK 应该顶多全速运转也顶多不过 大概三四十瓦的电力 如果你用那个电勾测一下 电量都不会很高的 OK 除非说你有玩游戏 有那个什么GPU 那个可能就要更大 但一般人的使用就会很低 但是如果你用桌机的话 这动不动随便都要100瓦的 所以算下来的话 如果你加了那个 上整个电脑架子 所以电脑架子其实都要省电的话 应该也把它改成桌机好了 如果电费就会降很多了 因为我都会特别去算 每个东西的耗电量是多少 所以我之前有跟各位分享 我们家的电费从四、五千块 最近看到那个数字 我简直就不敢讲 夏天的电费收到账单的时候 哇 发现只剩一千多块而已 而且我是每天都开冷气的 冷气是一直持续开着的 才一千多吧 一千多吧 一千多忘记了 因为我都有统计那个电费 OK 发现整个怎么会这么省这么多 因为还要去登记那个 网路台电有那个节能的奖励 好像又可以再回馈你10%还是多少 因为如果你比去年的同期 还要更低的话 他要奖励给你 对 然后又折一个费用 OK 所以其实它不无小谷嘛 反正生活里面 你要省一点钱和乐而不为 那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 运用一些方法 可以找到 如何可以多赚一点钱 如何可以少花一点钱 就省钱的方法 和乐而不为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用 这种方式来完成 所以我电费我也画了一个趋势图 然后把每个月的电费都记录下来 把它做成直条图 所以等一下可以找一下 我可以秀给大家看 对 每个月都有记录 水费我就不记了 因为水费现在太便宜了 水费才多少钱 顶多应该是三四百块吧 四五百块吧 我不知道 可是如果你没有特别去记的话 大概可能会多一点 反而我的瓦斯费好像比较贵一点 天然瓦斯 天然瓦斯 天然瓦斯一度多少钱 有没有特别去查 还有到底用电煮菜比较便宜 还是用瓦斯煮菜比较便宜 没有还要看你怎么煮 真的 不一样的会有不一样 像煮开水 到底煮开水 甚至有人会把公式算出来 然后耗的瓦斯 耗的费用多少 他要把它算出来 OK 得到一些结论 OK 当然你们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不同的动作 可能结果一样是我要煮菜 那花的费用是不一样的 可是你想说老师差一点点 可是你一整年 或者很多年累积下来 那会不会有差 当然差很多 对不对 OK 不过这是我自己想法 好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讲的部分 我们是希望把它做成像这样的一个图形 可是问题 一般就是说你可能需要什么 自己手动把这些图画出来 其实还是蛮花力气的 但是如果你希望它可以快速自动 全部把大量的图画出来的话 那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希望把那个结果做成图像化 很方便观看 有没有像仪表板一样 但问题来了 你要怎么样快速做 而且如果你每天都要做大量的图形分析的话 因为我这边底下有一个 一个最后的类似像这样 因为我们有每员对各匹别的资料 但如果每个每个都要把它画出来 而且要把它画在同一个工作表里面 做成一个类似仪表板的东西的话 那这该怎么做 不是用人工作 而是用程式来完成 这个类似像程式的自动化 那请各位先把上个礼拜的东西再稍微重点回顾一下 然后待会的话我们再接着来看 这个后面的部分